若独走 无棍 大家好 我是地母嘟嘟 一个生活区动物圈的up主 首先要感谢支持我的观众 粉丝以及我身边的人和猫猫们 因为新鲜计划的原因 在这一月初我就变成了一个日更UP主 而且因为我不是全职UP主 所以稿件的质量下降得非常厉害 我感觉非常对不起 观看我视频的观众和粉丝们 但是你们依然在默默地点赞 支持我 鼓励我 肉麻的话也不多说了 谢谢大家 其次呢 开始要感谢一下我的各位粉丝 其次呢 想说的就是 最近我上传了两个视频 被烹得比较厉害的 什么禽兽啊 垃圾啊 曲官啊 绝对不会关注你这样的人啊 对吧 这种话 被烹得比较轻的那个视频 就是在猫咪辣爸爸的时候 给他吃小零食 看他会吃嘛 啥也别闹了 那这个是猫咪不久前刚辣的屎 还挺新鲜的 我就不自己生产了 一是怕恶心大家 二是怕过不了手啊 啊 上面 为什么要用这个电饭宝呢 是因为 还有家里对猫咪尿过的衣服 在尿过的箱子 电热水壶 电饭宝 这个蓝色的行李箱 我也不知道 当时是有什么勇气 把它留下来 继续为我们家服役的 反正现在用着还不错 烧的米也挺好吃的啊 第二个被喷得非常非常惨的视频呢 其实有两个 是一个系列的 第一个呢 是打地鼠 第二个是打地猫 虽然打地鼠的那个视频 已经把猫咪的指甲给剪了 打地猫的视频呢 用的是这个 非常软的砖头 而且打得很轻 但是在慢动作的回放下呢 变得非常的残暴 虽然以上的种种 但是这种作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债已经还得差不多了 那这期的视频也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观众听我唠这么多 我会努力在今后把视频做得更好 那下面放一段我的标准结尾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可以点赞 投币 分享 爱你们哦 顺便再点个关注吧